爱她,她是我的理想心 所以为了她,我做了很多改变 我努力让自己变好了很多 但她就不为我做改变 她总是表面上说我是她的女神 但她心里可不是那样想的 她会很自私地对我提很多要求 我受不了她这一点 她的脾气特别不好 什么事都不肯听我的 其实我已经很宠她了 但是她一点都不知足 我很通勤达理 她的脾气才很不好 她家里条件好 所以身上有那种少爷脾气 她都感受不到 现在真的受够她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雷27岁来自重庆 地产经纪人 有请小雷 小湘21岁来自重庆学生 有请小湘 欢迎辽薇啊 听说是刷斗筋刷出来的 对 因为当时看她长得比较好看嘛 然后她的视频都是那种很上进的 我就很喜欢这种就是励志的女孩嘛 然后我就去追她 就追了很久 然后就追了她 一个上进的姑娘 在你男朋友的眼里 是吧 那你评价你男朋友 她是什么样的 当初她就是那种挺颓的 就用家里钱那种 然后我就挺讨厌她的 但是她是天天找我 天天找我 因为我脾气不好 就喜欢啪耳朵这种类型 我觉得她就可以 就选择和她认识了 后来呢 再后来我们就出了点感情上的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 跟老师们说什么 就当初她不是说 觉得我挺上进吗 然后说我喜欢赚钱 但是这是事实 对吧 对 然后后来我们在一起过后 她就开始讨厌我的工作 她要把她的钱给我 我为什么不出去工作 我从16岁就出去工作 然后我当初做的是服务员呀 化务员 然后还有发传单 就很辛苦 然后我现在21了嘛 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就做了工资比较高点 就是礼仪模特抖音之类的 我就觉得我现在已经挺好了 然后她现在就开始管我了 跟当初追我的时候说 你是我女神 我是你的啪耳朵 我什么都听你的 现在就变了 变啥呀 因为以前嘛 用家里面的钱嘛 没有什么都知 然后她改变了我 就让我去做那个 最累的房地产销售嘛 然后她让我去锻炼 我也改变了自己嘛 因为以前嘛 就是我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 我觉得我管不了她 对对对 然后现在我一个月 能挣两三万 然后我就觉得 我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了 然后我就不想她去做那些了 因为这么好看的女朋友 对不对 然后她去拍礼仪模特这些 给更多人看 我肯定不愿意啊 怎么叫给更多人看 不是 因为她是 我觉得她是学生 就是她该首先 把自己的学业完成 因为我有能力可以给她 不让她去工作 那我当你的花瓶吗 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 我有自己赚钱的能力 我不需要你来养我 其实我把工资卡 这是给了她的 她不用 多独立啊 不是 我就想成她用我的钱 挺好姑娘独立好啊 就她的工资卡 确实是在我这里 但是我一分钱都没有用 因为我有自己的经济能力 有时候我还会反哺父母 读书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不给我钱的 行 她一般采用什么方式 不知道你敢是说说就得了 还是有其他的方式说 就有一次嘛 我接了一个活动 然后我就告诉了她 她反应就挺大的 她说只要你敢去 我就敢去现场 我就要去闹 然后我还要往你身上 泼火锅底料 她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当然也是气话 她给我说的 她不会去 你知道吗 就是答应得很好 然后我就去楼下埋伏她嘛 然后我一看她就 不是 埋伏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让她知道我来了 然后因为她知道我来了 她肯定不会 就是那个时间点出门嘛 然后我就去看着她下来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我就去抱住她 我就去不让她走嘛 然后她就咬我 说你有病嘛 我就没办法 我就一屁股坐下来了 我就这样抱着她 我就不让她走 我觉得不丢脸嘛 那是在我家小区 人家都认识我 那我以后怎么办 你想过我吗 这在谁家小区都有点丢脸 一个大男人抱着女朋友的腿 是这意思吗 对 这不是非常传统的过去 咱们说一些不理智的女性朋友 叫一哭二闹三上吊 现在到你身上了 然后你去了吗 后来 我没有去 因为她把我 没去成啊 对啊 然后人家就在群里 说我鸽子女 放别人鸽子 放别人鸽子 就是因为她 行 就是交往之后 男生自己开始奋发努力了 当男生觉得自己 能挣一些钱以后 我就希望把女朋友 放在一个她设定的笼子里 不让更多的人去触碰 这就是今天来 就是因为这个闹的矛盾 是吧 后来她还做了一些什么事呢 对你 就她做了房地产销售过后嘛 然后她确实能力还是可以的 就她去年拿了个销罐嘛 就飘了 然后就想给我买房 你知道她给我买房什么意思吗 想用房来捆绑我 然后让她跟她结婚 但是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呀 对吧 然后我肯定就不愿意啊 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给我买的房啊 不是 她都给你买了房了 她没有嘛 她在跟我商量 然后不同意 只是说说而已嘛 不是说呀 主持人 就是我真的是想给她买房 你想吧 就是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想跟她往结婚走 因为以不结婚的目的 谈恋爱就是耍流氓嘛 对吧 后面也给她父母说了的 然后她打死不愿意 就跟我生气 不是 你结婚归结婚 你哪买房 不是 因为我觉得房子 就是一个安全感 给她一个家 我是想这样想的 所以说我觉得 我当时有经济基础 我就想给她买一个房子这样 买了吗 买了 但是她不准写我名字 我写的自己的 后来呢 然后她约了她的爸爸妈妈 我的爸爸妈妈 我们一起聚会 然后她又拿这个房子的事情来说 然后我爸爸可高兴了 我就可生气了 我就把她拉出去 我就说我不想跟你结婚 然后她又生气了 她就用脚踢那个垃圾桶 然后蹦一阵巴 我吓一跳 我真的想不到 她会对我发脾气 知道吗 这还是我当初认识的 那个啪耳朵吗 有钱了 腰杆子硬了 然后最尴尬的是什么 她把他们爸爸妈妈 然后拉着就走了 说我们分手 分了吗 没有 没有 那后来怎么下这台阶呢 她哄我了呗 然后你就同意了 不是别同意啊 这才叫彻底的骨气啊 对不对 为什么又同意了呢 还爱呗 还爱呗 那嫁不嫁呢 我还没有想好 因为我不知道 她以后会怎么对我 对吧 直到后来发生的那些事 我就觉得 后来还有事呢 嗯 她当初说最喜欢我 但我现在认为 她最喜欢的是她的车 而不是我 她称为她的车 是她的小老婆 然后称为我为大老婆 她说每天要和小老婆 大老婆一起约会 几乎都在车上 听她的歌 在车上看电视 都疯 然后我每次看到 都是她的侧脸 我就忘记她正脸 长啥样了 男孩子喜欢车 对不对 好嘛也要拿出去 溜一溜 然后我就想的是 跟她都会下风啊 然后听一下歌 我觉得挺浪漫的呀 这也没什么 确实 那她问过 我喜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 这倒是哈 你没改变一下 变了的呀 肯定变了 后面变了 就后面就不油车 她后面就变得更过分了 就网上那个公主 专用做贴纸 然后贴上面 我就可好玩了 然后她 看见那个 她就直接一撕 边撕边把我 贴这种东西 把我车弄脏了 不是主持人 你想我这么喜欢车子的人 我觉得那个东西 贴的那上面就很low 对不对 而且本来就是给她 一个人做的那个座位 不用去专门去演示 解释 那个是她的座位啊 我就觉得是这个样子 那行 我们不说这个 就主持人 我不小心把那奶茶 撒在车上了 然后她反应可大了 她把我赶下车 把我一个人认马路边 然后她就开走了 不是 那个就是喜欢买奶茶 那些很容易 就是把那一世这些 弄砸马 很难清理 然后她不听 然后就 我就当时我就很神奇嘛 讲出了爱情的真谛 追的时候什么都好 一旦温度降来之后 生活里的锁事就开始了 行 车的事咱就不说放在一边 还有吗 还有就是她平时喜欢朋友聚会嘛 然后她一个月就放那么几天假 有一半的时间 都会带着我去跟她的朋友聚会 然后她的朋友们坐在那里 就开始吹 我真的很不喜欢 他们就与我无关就算了 她又来了 她说我的女朋友 每天都黏着我 还要来借我下巴 还要来给我送便当 我想我是这种人吗 她心里把你想成是那样的人 那她为什么要用什么呢 就是宣扬一下呀 没啥嘛 男人吹个小牛 还有更严重的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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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听 就我跟我爸的感情就不太好嘛 我从小就是留守儿童 然后所以我就比较自立 现在生活在一起了 你就会经常因为小事吵架 然后他这个人嘴也挺碎的 就喜欢赶我出去 然后我平时就 就你爸是吧 我就平时就住在同学家 朋友家 闺蜜家之类的嘛 然后就有一次 我跟他吵架就特别厉害 吵得特别凶 然后我就跟他说 要不然我们去合租吧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我妈不同意 我觉得我俩是你 拿你妈出来说干嘛呀 我就觉得他是个妈宝男 我就这样骂了他 不是 你怎么能说是妈宝男 你如果把他接住过来 到我们家住 或者我跟他出去合租 那不是在助长 他跟家里的矛盾吗 自己租个房子住就完了吗 那么独立自主的一个姑娘 对 后来我就一个人 住了宾馆 住宾馆不是个常事 你应该租房子 按照你那么独立的性格 干嘛住宾馆呢 姑娘 我没搞清楚啊 这特别像个示威 就是我们俩不合租 我就住宾馆 我就想气他来着 然后我就 就是为了气嘛 然后我就住了两天嘛 他还是不来找我 也不发消息之类的 我就给他发了个信息 我就说 要是你再不来找我 我们就叽叽了 然后他起松松地来找我嘛 我就看见他 我就可生气 我就打他 捶他 一知道他怎么 突然他就生气了 他就推了我 我就 我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为什么要推我 他现在敢推我 以后就敢打我 我觉得 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来是要问 该怎么办 是这意思吗 还是说你打算跟他分手 我想让主持人 给我评评理 看 到底他这样是对吗 还是错 说了那么多 就为了问 他该不该推你啊 不 我想跟他分手 他觉得他自己 没有问题 他觉得他真的防卫 是这样的 行 错了吗 认错了 假的 我不信 不信分呗 我有三个问题 想问姑娘 在你心里 你的男朋友 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很宠我呀 然后就 你能把宠给我 给我们 你的宠就是将就 对吧 对 行 好 第二个问题 你允许你的男人 有其他的正常爱好 我允许啊 你允许他有 在正常爱好的基础上 去捍卫他的爱好 可以啊 但是他太过当了 就他爱好 就是喜欢他嘛 这怎么 我喜欢车怎么了呢 那基本上 他天天都约着我 跟他的车一起啊 不是 车不就是 就坐在车上吗 不就这点事吗 就坐很久你知道吗 这不就是 你们俩的独立空间吗 他问过我喜欢什么吗 所以我问你的问题是 你允许你未来的老公 有自己的喜好吗 你回答说我有啊 我就觉得他要适当 他的喜好就是在车里 跟你一起看星星 那就不允许了 好 不允许 第三个问题 你允许自己的老公 有自己的脾气和任性吗 每个人都有脾气 但是我觉得他过当了 没说他 他也不是你老公 我允许 你想得太远了 姑娘 好 我允许 允许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确实 确定啊 我确定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对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那你觉得 吹点小牛啊 把自己内心的幻想说出来 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这能允许吗 那他就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不是 你别别别 你老你你你的嘛 我现在问的是 对那方的看法吧 问完了 来 你允许你未来的妻子 是一个做什么事 都是以他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妻子 对 那他不让你吹牛 你玩命吹牛 他讨厌你家小老婆那辆车 你怎么还喜欢呢 你认为委屈求全 让他成为你的妻子 通过结婚他就变了吗 怎么都不说实话呢 你觉得委屈吗 委屈 委屈你怎么不说呢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 喜欢和委屈是两回事 咱俩提出分手 给个意见 不分 不是要听他的话吗 他要求你听他的话 怎么最基本的一件事 你就听不了呢 他只要求我要跟你分手 不分 不听话 这种人是不是坚决 应该拿掉了 摇头是什么意思呀 所以你今天不是来分手 在我看你今天 不过是来痛打落水狗的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这个女孩 其实特别没有安全感 可能跟她的成长经历有关啊 就一般没有安全感的人 都掌控欲特别强 你现在已经把男朋友 摆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就是已经摆在了一个 你嫌弃她的位置 如果你已经给她 定上了一个标签 就是我嫌弃她 那她不论做什么 你都能挑出问题 挑出毛病来 就刚才你说在车里的那一段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矛盾 我觉得没啥问题啊 你本来到了人家的车里 就不论这是男朋友 还是我的普通朋友 咱就得爱护环境 你觉得这个问题 她过当了 但是你对她指责 或者对她有各种各样的发脾气和要求的时候 她有没有说过你过当了 并没有 姑娘你知道 其实你想找的不是一个男朋友 你现在就想找一个爹 这个爹是啥样呢 就不论你怎么作 不论怎么苛刻 怎么要求 但是她是我爹 反正她也不会离开我的 这可能还是要回归到你童年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掌控欲太强 一个人 当对他的男朋友掌控欲那么强的时候 男朋友会没有安全感 他现在心里就特别没底 今天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关系走到这儿 真的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我其实特别深情一句话呀 这个女生 如果你在21岁的时候 嫌弃一个男生 那么到了31岁的时候 你只会更加嫌弃他 今天你们两个人在这儿谈爱情 然后谈我就是爱他呀 我觉得有点挺虚无的 甚至我觉得挺无力的 所以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吧 谢谢苏老师 来来来 李总 小雷 我跟你说一句啊 你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叫做什么呢 就是我总是爱用你不爱的方式来爱你 你看看 天下90%女生都爱买房子 对吧 你买房子高兴的不得了 是不是 这是你的想法 但是他不爱 懂了吧 那接下来呢 你要带着他一起出去玩是遛车 他不爱 你能不能问问他 说你是想看电影啊 还是想吃顿好饭啊 还是说我陪你散散步啊 你有想过他爱什么吗 包括他跟家里人吵架 他的心里难不难受我问你 难受 而你那时候在乎他的心情了吗 他喜欢什么 他不喜欢什么 他爱什么 他不爱什么 你从来不考虑 是不是 你考虑都是我用我爱的方式来爱你 你想一想 他爱什么 比如说他爱做模特 你不要像个白痴一样抱着腿 那是他最怕的 没面子 是不是 我的男人怎么是个窝囊废呢 对不对 你那时候陪着他去 我甚至帮你找找 什么化妆化得最好 怎么拍的角度最好 是不是 我去研究研究摄影的书 我比那个摄影师还能指导两句呢 对不对 那是他爱的方式 理解了吗 理解 但你真正用他爱的方式 慢慢去爱他的时候 他就会为你所爱 我认为你们两个人 都在给对方立人设 你看你立的人设 我是一个暴躁的独立姑娘 你可以自己认设 你给他认设呢 趴耳朵 你呢也在立人设 以前你是不敢立人设的 现在你挣钱了 敢立人设了 给自己立的什么人设呢 我是一个宠老婆的好男人 所以我要给你买房 我要给你钱 我不让你工作 给他立个什么人设呢 你就是一个 我的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带出去有面子 为什么 结婚一定要买房 一定要给他写他的名字 人家又不要 哎 这个很好 重重地给了你这耳光 告诉你什么 人是多元化的 你找的这个女朋友 就不是你所设想的 那个标签化 你也一样啊 你说你变了 你已经不是那个帕尔多了 对 他变了 人生不就是改变吗 他以前是一个 肯老的 现在变成销售冠军了 这不是改变吗 为什么你能认同的改变 是改变 你不能认同的改变 你就觉得是失控呢 为什么 只有你觉得 好的改变 或者你认可的改变 你才觉得应该出现 否则就不应该出现 你说他推你 我很难理解 就是被你情绪逼 他做的很多过激行为 都是被你情绪逼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是不是你不断地情绪 在逼他 逼他 逼他 他最后他什么办法都没有 你不能用自己的情绪 把一个人给逼的 逼到了那一步 然后又跟他说 你看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种人 我还是那句话 人是要接受改变的 因为人生就是改变 每一年的春天 都是不一样的 重点不在于 它是不是一样吗 重点在于 它还能不能温暖你吗 所以你要看看自己 每一个人都要看看自己 为什么我要在心里面 为他去立那个人设 是不是除了那个人设之外 我就不可以接受 他其他的样子了 如果他其他的样子 我依然是可以接受的 依然觉得是可以温暖我的 依然是你觉得 在你那颗冰冷的心上面 它还是能够给你增添一点温暖的 那么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对方的 只是接受对方自己那个不认同的那一面而已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西老师 小雷 从前呢你是爱他独立自信有主见 现在呢你讨厌的也是他强势理性不温柔 从前呢你爱他 你爱他美丽上进能赚钱 现在讨厌的是肤白貌美不花我钱 爱吗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都不是爱 你们爱上的是自己幻想当中的那个对方 我们以为自己爱对方爱到死 可是其实爱的只是自己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改变对方 就是因为我要把你改变成 我幻想当中的那个人 因为我幻想当中的那个人才是我爱的 可是两个人恰恰都不是彼此幻想当中的那个人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还要继续再在一起 女生 你一直在标榜独立 你的界限非常的清晰 你不花他一分钱 可是我不相信 当你真正遇到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不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他吗 真正独立的女性 不是每天挂在嘴上说我独立独立 她是内心的一种充盈的表现 我可以花你的钱 我也可以不花你的钱 但是当一个女人真正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一定是崇拜她 仰视她 愿意把自己托付给她的 我如果跟你界限那么分明的话 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比你强 那你就不是爱 你只是在证明自己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 爱上的都是幻想当中的对方 并没有爱上现实当中的对方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你心里的话你跟她说过 你心里的委屈你跟她说过 就我们现在好多恋人之间 是不愿意把心打开的 他们所有的谈恋爱的冲突和矛盾 所有的作也好 咱们说的闹也好 其实全都停留在事件的本身 而在事件的背后的心理需求 是不愿意说给对方听的 也没有人愿意去听 就认为恋爱不就是亲亲我我吗 恋爱不就是花钱月下 恋爱不就是打打闹闹吗 其实谈了两年的恋爱 到这个时候 你还不能理解 她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女人 这恋爱有点白坦 姑娘你没有你自己 想象的那么独立 我用一个事实 其实就可以把你说的 所有关于独立的事 全给你推翻 既然你跟你父亲的关系 那么不好 都沦落到了 今天在这个同学家住 明天在那个闺蜜家住的地步 一个独立的女生 为什么没有去租一个房子呢 说明你需要温暖 需要爱 如果喜欢 为什么不完全把心扉敞开 跟她呢 这是你们自己考虑的问题 好好琢磨琢磨吧 你到底爱什么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乐视 我其实 很多时候没有去 听你内心的想法 也不知道你 就是我自己受了委屈 我也不会告诉你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像我们重庆那边 是我觉得 我应该的人设和标签 就是怕耳朵 无条件地去服从你 但是到了后面 我觉得 自己好像不是那种 就是特别听你话 然后要去跟着 顺着你 然后让 就我们产生了很多矛盾 但是今天听到这么多老师 和主持人说的话 我会去打开我自己心里的想法 和你去说 我真的不想分手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两个是合适的 我觉得我们能走下去 我也没有把自己的心理打开 就跟你一样 我知道你是一个 不善言辞的人 喜欢用你的行动 来证明你很爱我 好 时间到了啊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请回 欢迎大家登陆 无忧苦视频 腾讯 声明 爱奇艺 所有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你背着爱情的自由 我爱你 你爱我 我们再也不需要天狗 怕这堂喝减醇 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 君乐宝减醇 凌醇酸奶提供的 礼品一份 打开天猫 搜索君乐宝减醇酸奶 为爱做减法 一起来见证这一对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 腻上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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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女孩 刚才那个腻法 这男孩又不能回去吹一会儿了 这叫未经生活磨难 所以爱情谈的轻松 拧